台北市民生西路 机车一辆一辆的过 这时一名白房老翁却徒步穿越马路 前两辆外送平台机车顺利闪过 老翁可能太紧张跑了起来 第三辆摩托车完全来不及闪 老翁摩托车同时消失在画面中 就在公车前方惨走机车迎面撞上 当时罗姓老翁在马街医院看完医生之后 想要徒步穿越民生西路 结果就在车阵当中 遭到机车外送员撞上 送一后伤重不治 我听他说死了死了 结果我外头出来看 那个年轻人就把头头抬上去 14号晚间酒店 肇事的周姓男子 是快递平台兰兰莫府的外送员 他刚在三筹送完货 要到接单率较高的林森北路 接下一张单时 没想到就在途中意外撞死老翁 外送平台交通事故 从国庆连假开始 先是桃园再到士林 两名外送员命丧轮下 14号晚间则是首度有外送员 酿成死亡车祸 新北云林嘉义也都有外送员 车祸受伤 五天内造成三死三伤 礼拜五会有六家的外送平台的业者 来参加这个座谈会 会让这些驾驶朋友 来收购交通安全的这些奖息以后 才上路 光台北市统计十月份 半个月就已经有31件外送车祸 造成两死20伤 平均每天2.2件 而发生车祸的原因 从未注意车前状况 到未已规定让车减速 全部都是速度管理 酿的祸 老翁撞死同一个晚上 不同地点 就在新北市的卢州 又有一辆闯黄灯的外送员 撞上了闯红灯的富人 为了抢单标速酿祸 一再发生 外送员管理 俨然成了最紧迫改善的社会问题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